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深陷起观众戒风暴, 昨、二、晚要求屠杀作者伊森格特满于24小时内道歉,否则暴政跨国告到底。 对此事件,台北市议员林国成昨晚于脸书发文,痛斥着根本是国际抹黑, 自己的儿子就是柯文哲与台大医院团队救回来的。 科市长对我来说,是我们一家人的贵人,是本人这辈子生死与共的恩人及挚友林国成于脸书发文, 表明这是来自艾克莫叶赫摩受贵者父亲的告白, 回忆自己的长子于2014年底因猛暴行心肌炎导致心脏及多重器官衰竭, 送进台大医院CVRC于病房后全身插管, 医生称患者心脏跳动一分钟不到时下,并发多重器官衰竭,之后恐怕会坏死, 唯一能做的就是装上ACMO来替代心脏做循环。 林国成同意后,在手足无措之际, 传了简讯给仅有几名支援且刚上任市长的柯文哲, 结果柯文哲于深夜之身前往,什么话也没说就快步走进了加护病房, 出来只表示救不救的回来,这两三天是关键。 而林国成的儿子在台大CVRC于病房接受近一个月的专业治疗后, 康复出院,林国成表示, 非常感谢柯文哲建立了救人的透明系统, 并默默守护住台湾人危及性命的关键, 也感谢台大心脏内科主任黄瑞人, 台大心脏外科主任陈奕祥所领导的叶克摩团队以及所有医护人员, 让他有机会能三代同堂。 柯市长对我来说,是我们一家人的贵人, 是本人林国成这辈子生死与共的恩人及挚友, 别再透过政治操弄与国际抹黑, 侮辱艾克蒙与台湾重症医疗了。